乳腺纤维流的话呢 往往我们发现的时候呢 是以无痛性的肿块发现的 因为呢 多数的都是人们无意中呢 发现自己乳房呢 哎 长了一个疙瘩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来就诊 就诊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在他的乳房里头呢 可能会有一些无痛性的肿块 摸起来呢 比较光滑一些 活动度呢 挺好的 良好 这个时候呢 往往呢 就是乳腺纤维流的发生了 可能 那么对 在这个时候呢 往往往呢 对这些患者呢 要进行一些检查 因为多数患者呢 是比较年轻的患者 我们呢 可以给他先做乳腺的采操 进行观察 如果采操回报以后呢 就可以对纤维流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 这个时候呢 一旦诊断纤维流以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相应的处理了 一般呢 比较小的纤维流呢 我们以观察为主 但是如果比较大的纤维流的话呢 我们要尽量的考虑手术切除 这样呢 能给患者带来一个良好的效果 纤维流发生以后呢 对于手术来说的话呢 有些人呢 比较担心 手术切除以后呢 能不能给他带来一个良好的效果 但是纤维流的话呢 我们只是 对于发现的一些问题呢 进行及时的处理 但是切除以后呢 也并不是说呢 他以后呢 就绝对不发生了 越年轻的人呢 可能复发的几率呢 要越高引